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喜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就是有一个调查报告显示的 马来西亚现在国内的 在所有的大学生当中 所谓的大学生就是至少有一种学士文凭 Diploma那种应该是不算的 有学士文凭或以上的人 总共有三分之一的人数呢 他们正在从事着半技能或者是低技能的工作 也就是说 这些大学生 三分之一 33.33% 是很多人家 他们做的工作肯定跟他们的 大学的学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他们做着这种半技能跟 低技能的工作甚至是完全没有学历 也可以做的工作 就是没有专业性的工作 OK So 这一个新闻呢 带给了我们什么信息 我个人是觉得他背后所隐藏的信息是很多 所以我今天我就做这个视频来跟大家探讨一下我对这个新闻的看法 OK 当我看到这一个新闻的时候了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你还记得我们的这个 以前的高教部长 Karin Ordin 但是 最近他好像是 变成国防部长了 OK 他那时候他还在做着高教部长的时候呢 他就有说他要推一个东西 就是呢 要立一个法什么之类的 就是要规定了 马来西亚国内所有的大学生 薪水从 3000块起跳 现在我们最低薪金是1500嘛 他说只要是有 大学学士文凭的薪水3000块起跳 不管你做什么工 就算你是做 烧低的都好 OK也是3000块起跳 只要你有学士 那时候呢 我就有做一个视频了 来论他这个 东西 我就说 其实 大学生现在已经是很泛滥的东西了 OK 不是说 不要给大学生最低薪金 但是你要考虑整个市场的需求吗 如果 那时候我举的例子就是 如果有一些大学生去从事一些 好像扫地之类的 低技能的工作 这样的话 你也要给3000吗 难道 难道 比如讲一组清洁工里面 9个是没有受过交易的 一个是大学生 难道 那些清洁工的薪水1500块 然后呢 唯一的大学生要3000块 虽然他们做着一样的工 我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就可以马上 看得出他的矛盾在哪里 是不是 我那时候就是举这个例子 而我那时候还是属于一种 一般讲校的性质 来举这个例子 但是 今天这个新闻 就不是讲校 这个新闻完全的验证了 我讲的例子 三分之一的大学生 在从事半技能跟低技能的工作 就跟我举出的那个例子完全对上了 一样了吗 那些从事半技能跟低技能的大学生 虽然他有大学文凭 难道你真的要给他3000块薪水 想清楚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看到这个新闻了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 Karin Notting 以前订下的那个3000块大学生底薪 现在你可以知道他有多么荒谬 根本没有办法执行 你到最后你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 如果是那些 半技能或者是低技能的工作岗位 一看到是你大学生来应证 直接 sorry 我请不起你 因为你的薪水3000块起掉 OK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然后我再继续讲一下其他更重要的信息 就是 马来西亚的大学生 三分之一的人 只能够做这个半技能跟低技能的工作 他里面有两大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跟教育有问题 就是 马来西亚的大专教育 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就是 马来西亚的大专教育 所培训出来的人 为何没有办法全部都做 高 技能 的工作岗位 为什么会有三分之一 的大学生被弊要从事这些低技能跟半技能的工作岗位 所以 教育肯定出了问题 所以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要如何让马来西亚的这个大专教育的数字 可以跟 高技能的工作 无缝 接轨 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每一间学校都要思考的问题 你们的大学毕业生为什么毕业出去了过后 拿着那张文凭没有办法从事 高技能的工作 这个是大专的数字的问题 我这里没有必要打开另外一个宇宙来讲这个大专数字 我只是 点出来一个目录 大专 的这个教育问题 导致 这些大学毕业生没有办法出道社会的 跟那些高技能的工作岗位接轨 这是第一点 但是 也有可能这个大专教育太过泛滥了 就是 满街都是学士 这个学士太多了 然后 学士也有分有些含金量比较重 有些含金量比较轻的 含金量比较轻的那些到最后就被牺牲掉了 就没有办法从事高技能的工作岗位 只能够从事低技能跟这个 半技能的工作岗位 所以 还是回到这个问题 大专教育的数字问题 不管是这个大专教育 他本身没有办法跟这个 高技能的工作岗位接轨 或者是他本身在数量上已经泛滥了 这些都是要去解决的问题 然后 教育的问题我讲了 我现在讲了第2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 国家经济的问题 有时候 可能你的大专教育并没有问题 或者是问题并不大 但是 是你的国家经济出现了问题 如果说你整个国家 你整个的经济啊 都 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都是属于 半技能跟低技能 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太少太少了 就算你有很多很优秀的大学生 但是工作岗位就是这么少 所以没有办法咯 可以挤进那个高技能的工作岗位 就那么一点点 剩下来的全部被逼要去从事半技能跟低技能 所以国家经济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马来西亚经济必须要转型 就是以前我们是做那种传统的农业 还是那种 比较轻的工业 然后我们要转型去中工业 科技业 金融业那些 要经济整个转型 以前是做很多那种 很劳力型的工作 然后呢 又很 低收入的那些工作 现在呢要转去 智慧型的工作 然后呢又高收入型的工作 这个就是 经济 转型 所以国家经济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所以 到了最后的最后了 OK 还有一点 就是呢 其实 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有一个 方法 就是呢 马来西亚的这个 寄质教育啊 真的是要加强的推行啊 最近我看到我们的这个 新任的劳工部长 沈志强啊 我知道他正在啊 非常的积极推行这个 寄质教育 什么是寄质教育 寄质教育就是呢 你不要再锁定 以前我们华人那个就有的思维 就是我们的华人孩子 一定要进到大学 拿一张大学文凭啊 结果出来做什么工 你没有办法控制 就是如果有一些小孩子 如果他是很有兴趣做一些技术活的话 所谓的技术活不是那种低端的技术啊 可以去到很高端的技术啊 比如说 比较高级的修理车修理飞机啊 什么之类的 很技术性的东西啦 我们这些牙医师没有办法做的东西啦 OK 很技术性的东西 不是说你路边找一个阿国阿毛来做都可以的 你必须要真正的是要 很有 多知识跟技术才可以操作 做的东西 这些就是技术学院 他出来啊 做的工作啊 是 你没有经过培训 你是没有办法做的那个工作 如果 马来西亚可以 更加积极的推崇这个 技术交易的话呢 这样呢 其实就可以直接的解决了 我刚才讲的所有问题 怎样说呢 首先第一 大学泛滥的问题解决了 OK 因为 以后大家也不再盲目的要往这个大学级了 就是 如果想做技职的 还有一条路去做技职 啊 OK 然后 第二 国家经济方面也受到保障 其实我告诉你 马来西亚有很多工作岗位啊 是真的是很需要这些技术人员的 但是 找不到人 啊 因为 在市场上要找人 啊 全部都是大学毕业 对于这一方面的技术是零的 我这样请认 啊 所以如果你有 技职出来的人就可以做这些工作岗位了 啊 这些啊 是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啊 不要以为 技职出来的就不是高技能啊 技职出来的恰恰就是高技能啊 OK 所以 这个技职教育呢 也是一个可以了 解决所有 问题的方法 啊 OK 所以我再重复 现在这个问题呢 我举出来的三个层面 第1个层面就是 大学的数字 跟泛滥的问题 啊 第2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经济还没有成功转型的问题 啊第3个就是 这个 技职交易的推崇 还有 人们对这个技职交易的接受深度 啊 这3个问题都解决的话呢 应该 以后我们就不会看到这么夸张 数字出现 三分之一的大学生 啊 卑鄙要从事这个低技能跟班技能的工作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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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